但是 二臣跟全家的菩薩 比起我們仿佛 他們的執著輕 我們仿佛的妄想執著重 可是他們還是沒有辦法來明心見心 道理就是在這個地方 這個就是寫進去 所以在那位會上 佛看到二臣人都是外道 邪知邪見 那麼這種稱為叫做門內外 就是佛門以內的外道 我們在《為世經論》裡面的 有兩句話 同身性亦心性 同身性就是正定句 異身性就是邪定句 或者不定句 那麼什麼叫做同身性呢 就是轉發誓成四字 用四字而不用發誓 這是同身性 這是同身性 那麼用簡單的解釋 就是說 只要甘諸佛相同的 用的都是真心 不是用妄心 這叫做同身性 以本身性 以本經的經體來說 以本經的經體來說 所用的是清淨平等覺 這就是同身性 這個決定是不能正果的 正果的標準就是要 明心見信 見信成佛 原教室出諸菩薩以上 別教室出諸菩薩以上 這是正果 邪定句 我們要知道 邪定句是不能成正果的 這是第二邪定句 那麼我們再來說第三 不定句 這個不定句 說他不定 那就要看他遇的緣了 如果他遇到的是聖緣 遇到正定的緣 那麼他就學正定 如果他的緣不好的話 他遇到的是協定的緣 那麼他就學這個協定的緣 有殊聖的緣 他會開悟 會正果 如果沒殊聖的緣 他就不能開悟 當然也是不能正果 所以這個善知識是緣 善知識就是我們今天所講的老師 遇到真正高明的老師 這是第一聖緣 那麼第二個聖緣 是要有真正的同餐道友 對我們有利益的同餐道友 而不是損害修道的緣 那麼第三種緣就是修學的環境 小的環境就是指道場 大的環境就是指我們所居住的地區 所以社會環境也要修盛 沒有障礙 這樣才能成就 才容易成功 所以佛講這三句 正定句 邪定句 佛定句 也把這一切的眾生修行 都包含了 所以在這個地方看到的西方極樂世界 全部都是正定句 因為決定一生緣成佛道 只要往生到極樂世界 重視是瞎瞎平往生的 也緣正商不退 這就說明了正定 決定緣滿正德商不退 所以正義院也可以說明 也可以說是很具體的顯示出來 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不退的命意 當然這個其中有一個很大的因素 這個就是阿彌陀佛為神的加持 它是主要的原因 同時 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佛跟我們講 最低的限度 是教我們 自己已經要修得一心了 我們講的一心不亂 當然這個一心不亂 不容易得到 但是如果我們今天 果然死心塌地的一門深入 將這句佛號貫徹到底 就是一心了 我們不想再學其他的法門 我們就這一門深入 這就是一心了 一心 一心稱念阿彌陀佛的名號 經文上跟我們講的 皆同一心 一心是沒有惡念的 如果有惡念 就不是一心了 心裡幾個念頭 就不是一心了 所以啊 現前我們還沒有去西方世界 還沒有離開這裡 我們現在是贊助這個世界 過兩天我們就要走了 所以在這裡啊 不必要跟人家爭這個爭那個 什麼也不必爭啊 所以現實的環境 就是修清淨的環境 你對我好 我不喜歡 我心清淨 你對我不好 我也不會起煩惱 我還是清淨 我跟我們講的 心靜則主靜 往生西方幾類世界啊 就是這個地方 所講的修清淨心 我們一天到晚 沒有別的 就是一句阿彌陀佛 這樣就對了 清淨心啊 就是在許多不清淨的環境裡面修 如果我們會修行的話 哪個地方不是道場呢 四處都是道場 你要是找個好道場 是很容易找的 說實在話 你要找個清淨道場 但是自己的心不清淨啊 到哪裡去找啊 是找不到清淨的啊 別人不清淨 我清淨心 我就能跟他相處啊 他計較 我不計較 他真實 我不真實 他天天冒我啊 我天天念阿彌陀佛啊 彼此相安沒有事情 那麼這個問題 不就是解決了嗎 所以啊 清淨心念佛啊 聚聚相應啊 那真是古大德所講的 一念相應 一念佛啊 念念相應是念念佛啊 我們今天佛號不相應 就是因為心不清淨 所以啊 我們一定要努力認真的去做 煩惱 染菇 夠味 是無時節來的喜氣 只要把這個控制住了 惡行就不會有的了 這樣啊 才能達到心淨則佛的進來 這是往生的保證書啊 所以佛經跟我們講 一抱隨著正抱傳來 一抱就是我們的生活環境 正抱就是我們的心啊 我們的心清淨了 當然外面的環境就清淨了 所以啊 西方極樂世界是這樣顯現出來的 所以我們念佛的人 真的要往生淨土啊 一定要放下心裡的是非正果 貪嗔痴慢 自私自利 明晚力量 真正放下心地清淨啊 這個人 即使是早晚十年 都能夠決定往生 偶遇大師 偶遇大師也有跟我們講 偶遇大師也有跟我們講 品位高下 全有實名的神淨 大師並沒有說啊 實名的多少啊 所以從這裡 我們就可以很明白的很清楚的 品位與多少是不相干的 這個與生前是有關係的 那麼這個生前 就是我們的心地清淨的 真度是多少 如果心越清淨呢 當然品位就越高啊 所以啊 我們念佛的人 要求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阿彌陀佛的這個四十八頁呢 不能不知道的 阿彌陀佛的名號功德在哪裡啊 也不能不明瞭啊 彌陀佛的名號啊 不單單啊 往生能夠得到利益啊 利益啊 縱使沒有發心 求往生西方啊 也同樣能得到利益啊 現在就能得到諸天世人 對我們的尊敬的博報 那麼來生啊 就會生在好生好德的家庭裡面啊 同時啊 六根七全沒有欠缺啊 不但如此啊 來生得著人天果報啊 因為煉火的三根存在啊 還會遇到佛法 並且啊 修清淨心 所以這些文明的功德 如果菩薩大德沒有聽四十八頁的話 那你們怎麼知道 阿彌陀佛名號的功德 有多麼不可思議啊 所以聽經真的很重要啊 彌陀的願啊 在祂的國土啊 不善的名字都聽不到啊 當然不善的事 佛善的果報 決定也沒有啊 只要我們往生到西方極樂世界啊 必定正果 決定有成就啊 總括一句話 我們這一生要有所成就 那麼一定要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就要聽佛的話 一門深入長期熏修啊 那麼接下來就要說 第三十願的樂魯樂禁願 西方極樂世界的人 永離煩惱心得清涼 那麼到底有多清涼 因為我們今天的時間已經到了 我們就講到這裡 學生在台上練習過獎啊 希望啊 菩薩大德能夠給予學生啊 多多的指正與批評啊 因為學生也啊 需要你們的提息啊 所以有講不對的地方啊